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妻子对他也是相当冷淡 某天胡子哥感到头疼 到医院检查时 只医生告诉他 你马上就要变异成一头大象了 胡子哥一脸闷逼 次日早晨 胡子哥和往常一样起床准备上班 照镜子时发现自己的脸真是发生了变化 他只好伪装自己来到了公司 不过没过多久 大家就发现他已经变成大象了 回到家中的胡子哥希望家人不要嫌弃他 但这样的想法还是太傻太天真了 妻子很快就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家出走 唯一让胡子哥庆幸的是不懂事的小儿子 对他表现了最大的善意 也许是出于好奇小儿子摸了摸爸爸的长鼻子 父子俩还抱到了一起 感觉被全世界抛弃的胡子哥终日沮丧 沉迷酒精 某天胡子哥意外发现 妻子给自己送了一抹原亮色 巷头男主分分钟暴揍该男子 引来了一众吃瓜群众 后来警察赶来 胡子哥依旧爱着自己的老婆 想象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画面 最终胡子哥被警察的麻醉针打中 昏倒在地 小儿子不舍得看着父亲 很多年以后 胡子哥完全变成了一头大象 他被关进了动物园里 此时的小儿子也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时常来看望父亲 这对他来说已经非常的满足了 影片画风清奇 用一个奇幻故事 道出了亲情的感人和纯真 节目的最后 小编不禁想问大家 如果你的家人迫不得已变成了一个动物 你希望是哪一种动物呢 好了 感谢观看 再见